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披荆角落故意追尾 在车主下车检查时行凶 逃路屡试不爽 短短一个多月内已多次作案 而第一起凶杀案就发生在我们男主镇警官管辖的区域 平日里叼浪当的镇警官脾气还很暴躁 在他赶往案发现场的路上遇上了大豆车 脾气暴躁的他闯入游戏厅 顺手就变了个调戏美女的理由抓捕了混混小黄毛 其实就想让小黄毛骑着摩托车载他去案发现场 因为有了小摩托就不会堵车呀 很快他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看到车内的死者死相极其惨烈 再加上他手上的资料显示 死者的身上刀口和其他辖区死者身上的刀口相吻合 这很有可能是一级连环杀人案 于是他立即报告给上级 但上级领导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驳回了镇的推测 依然将该案件列为普通杀人案 这让他很是愤怒 随后画面一转出现了一位威武霸气 还带点可爱的黑帮大佬老马哥 没错他就是釜山行李的可爱胖大叔 老马哥掌管着天安一半以上的娱乐场所 主要通过改装老虎机谋取暴力 就连警察局局长也被其收买 可见他在天安市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脾气暴躁的镇警官却一直想抓老马哥 奈何上司不同意 老马哥在当地有一个死对头徐大海 有一天老马哥与徐大海相约谈判 其中两位老大的小弟发生口角 老马哥当着徐大海的面教训了对方手下 而谈判也不欢而散 愤怒的老马哥就想自行开车离开 然后就在他开车回去的路上被追尾了 没错追尾的人就是故事开头的变态男 在老马哥转身的时候拿刀刺伤了他 可他一刀下去 局势竟然被逆转了 他不知道自己选错了人 小子爱 你怕是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黑帮大佬老马哥吧 马哥如今的地位可是他针刀针枪 雀露厮杀打拼出来的 岂是你一刀能解决的 在一阵打斗后 老马哥身中数刀 而凶手的左胸口则被捅了一刀狠的 受伤住院的老马哥发誓要将凶手挫骨扬灰 随后镇警官来到医院询问马被砍的事 他觉得这件事与连环杀手有关 而老马哥却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件事 便对镇警官说自己不小心摔在几把刀上面 与此同时变态男又再次作案 他先是在加油站杀死了一名卡车司机 然后抢走了他的车 副驾驶还有司机为女儿准备的生日蛋糕 变态男正吃着蛋糕时 突然后车厢冒出一个陌生男子 两人在车内发生打斗 在打斗的时候 变态男那把杀人无数的小刀飞出了车外 没过多久就被老马哥的手下找到 老马哥看到凶器形身一恶 立马就吩咐手下 拿着把小刀去杀害死对头徐大海 然后还故意把刀留下栽赃给变态男 之后老马哥还叫来镇警官谈判 并全程录音假头牌逼镇警官与自己合作抓凶手 于是两人签下对赌协议 谁先抓到变态男就任由获胜者处置 合作期间双方所得的信息必须共享 熬另一边变态男在新闻上看到 被人栽赃徐大海是自己杀害的 这让他忍无可忍 于是他前路了徐大海的葬礼 还递了张纸条给徐大海的心腹猥琐男 上面写道 有人用我的刀杀死了你老大 然后往老马哥那里看了一眼 暗示就是他杀害徐大海的 当老马哥与镇警官正在搜寻凶手指纹证据时 维索男带着上百位小弟冲了进来 在一顿刀光剑影下 身手强悍的两人将维索男上百号小弟都给打败了 镇警官还失手杀死了维索男 老马哥看着他也是受自己的连累 还救了自己一命 于是他一人揽下此事 把尸体埋在警局后面的工地上 隔天警方通过方向盘套上的血迹 锁定了凶手的身份 凶手名叫池塔粪 由于小时候经常被父亲虐待 父亲死后便在孤儿院长大 而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齐寻的老母亲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缩小了变态男的藏身范围 随后警方提供消息 黑帮提供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而在搜寻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他反映了和一帮大佬老马哥可爱善良的一面 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老马哥把自己的伞送给了淋雨的女学生 并嘱咐她用功读书 晚上双方人马聚餐时 一则新闻让老马哥暴怒了 新闻内容是一名女学生被杀害 正是自己送散的那位女生 没想到就是因为自己一个善意的举动 竟害死了无辜的女学生 随后老马哥命令手下 就算把天使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变态男 他们根据公交路线等线索 终于在某旅社找到了变态男的录注记录 叶丽经过一场速度与激情的飙车追捕后 变态男终于被老马哥抢先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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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老马哥想要以刀解决变态男时 正警官却发了疯似的开车冲进来撞晕了老马哥 并抢走了变态男 因为他想用法律来惩罚变态男 可令他没料到的是 对方的律师已知为这个变态辩护 并以缺少目击者 加上变态男早已毁掉了自己双手的指纹 无法提供直接证据 法官无法定罪 眼看变态男就要无罪释放时 正警官找到老马哥劝他自首 然后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老马哥脱下衣服 露出刺满刺青的霸气肥肉以及刀伤 并要求变态男也脱下衣服 露出自己给他左肩膀的刀伤 证明了自己那晚就是被变态男捅伤 还证明了变态男90连环杀人凶手 然后法官大人判变态男死刑的裁决 不过老马哥也因一条命案 以及非法谋利背叛陆月 在老马哥的要求下 与变态男关进了同一监狱 当老马哥走进监狱时 壮观的一幕出现了 全是他小弟 而老马哥也送给变态男一个圣人的微笑 最后老马哥拿着肥皂走向 正在浴室洗澡的变态男 故事在一声声惨叫中结束了 转步去看下来 我认为最高潮的地方就是 最后老马哥和变态男远远相望四目相交的时候 影片才达到了以恶制恶 以暴制暴的高潮 毕竟没有罪恶只有更恶 像得狠 他有资格扑写恶人传吧 而马东西就很适合这个角色 虽然在生活中网友叫他马可爱 可在剧中就恰恰相反 话说我还有点想看马东西演个偶像剧 那是个什么画面呢 嘿嘿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关注我并给我点赞的话 我就 就给你个